用一个闲置的电源设备器 改成了一个5-40V的可调电源 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改造方法分享给大家 按这个方法去操作 100%可以成功 大家可以先把视频收藏起来 大家好 我是光头集电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12V 可以正常使用的电源设备器 打开外壳 取出里面的电路板 我们只要对它的低压部分进行改装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个线路板 这个部分是电源的输出部分 也就是它的低压部分 我们只要改这个部分就行了 这边是高压部分 输入部分不要动它 然后在输出部分的线路板上面 找到一个元件 T2431 这个T2431有插件的 也有贴片的 大家看啊 431这一块电路 就是它的稳加电路 我们只要对它稍加改动 就可以变成可调电源 大家在这里是看不懂没关系 我按照实物给大家绘了一个电路图 大家看这是光偶P1817 这是T2431 T2431它有123三个角 在实物电路当中 T2431的控制器 它的控制脚接了两个电阻 R1和R2 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接地的分线电阻把它拆掉 就是这个R15的电阻 3001 组织是3K 用电路铁把它烫下来 然后呢 我们取一个10K的电位器 再加一个 再准备一个1K的电阻 把这两个元件连好之后 放到R2的位置 在刚才拆出电阻的地方 引两个线 左边一根 右边一根 对不对 10K的电位器 1K的电阻 把电阻 接在电位器的一个角上 在电阻上特一段热锁管做结缘 把刚才接好的电阻和电位器 连到刚才引出的这两个线上面 电位器有三个角 有一个空角 我们不管它 接好位置 同样注意结缘 塞两个热锁管进去 这是一个电阻响试表 就接在输出端的电容上面就可以了 正结证负负负 但是在接电阻表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 把输出端的这个电容换掉 因为这个电源实际 原来它输出的电阻是12V 我改成最高电阻是40V 所以要把输出端的6个电容 它的耐压值要换高点的 这上面两颗电容都取下来了 并且这两颗电容都有点古包了 我把它换两颗耐压值高点的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电阻表 接到输出端的电容上面 正结证负接负 通电测试一下 效果挺好的 只是这个电压表在屏幕里面闪的比较严重 把盖子上7个孔 电压表就装在盖子上面 电位器外面再加一个旋钮 一个5到40V的可贴电源就做好了 5V起调 最高电压可以达到40V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正常使用了 大负载 是不是非常简单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一见